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集说道 袁坤仪在北京国子建的一年光景不好过 不但求学不成 反遭夫子同窗嫌弃 想到命数既定 百无聊赖 袁坤仪起了轻声的念头 夜里风雨大作 袁坤仪留下一封书信 就此离开了国子建 前路漫漫 袁坤仪只想寻得一处安宁之所 于是向西而行 入了西山 命自我作 福有己求 认识英国 改造命运 大家好 欢迎收听广播连续剧 了凡四讯 第六集 佛步语 公子 快快进来 爷爷 这是我孙女 阿桃 阿桃见过公子 我去给爷爷和公子准备点热汤 袁坤仪见了小姑娘目光单纯可爱 又急听话懂事 爷孙两人就居住在这简陋草房内 屋内却收拾得不染尘埃 倒也是温馨和乐 老者招呼袁坤仪坐在炉火旁 那灶台边上还烤着热馒头 老者让袁坤仪拿着吃 袁坤仪心中感激 问老者 为何只有您和孙女二人居住于此 那老者面色一顿 犹豫片刻 叹息说道 我们原本是普通农户 平日里靠着这西山的柴和讨些生计 前些年的老灾 我儿和儿媳上山砍柴就没回来 只剩得我和阿桃相依为命 这不 我年老体衰 第一时中不动了 也就荒废了 眼前也就靠着我上山打些柴和过活 阿桃这孩子聪明懂事 小小年纪在家洗衣做饭 任劳人缘 这不 想着明日里是他的生辰 我这才深夜上山 想着明天多卖些木材 给孩子买些干果蜜糖的 当地的官身难道不管吗 受灾的不止我们一家 何况那官老爷坐在庙堂之上 如何看得到百姓疾苦啊 那这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吗 不愿天 不愿命 这是云云众生的本分 我只希望我这老身板 还能多操劳些时日 待阿桃成年出嫁 我也别无他求了 老朽倒是看公子您年少儒雅 像极了那共怨的共生 深夜到西山所为何事啊 袁坤仪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又想起了自己当年的围观之志 心中涌上一股愧疚 袁坤仪叹了口气 将自己一生命数被算定的事情 告知老朽 得知命数极定 即使在国子舰里读书 也了无生去 如今心无所求 前路漫漫无可期待 便生了轻生之年 老朽闻此 不免心血跌宕 老朽说 老灾那年 我和小桃日日守着院门 等待他父母归来 半年之久 才心感无望 那时 我也有过轻生之念 但是可怜小桃年幼 我又岂敢自己解脱 我这孙女年纪虽小 心里可比我这个大人坚毅果敢 日日相伴 日子过得也算和乐 再想想我那亲生之念 倒显得荒唐了 公子家人可知公子今日之举呀 家在未堂 并不知晓 如公子所说的命数既定 我若提前知晓了此番命运 说不定 就像公子一样糟糟了断 闭眼不见这白发送青丝的命数了 但是 我若那样做了 又怎得小桃这般暖心的孙女 还有这几年和乐的光景呢 袁坤一听到此处 倒也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来 老者欢了小桃前来围坐 小桃刚刚准备好了热汤 递给袁坤一和老者一人一碗 自己也围着火炉坐下 父亲还在的时候 每逢他打茶回家 母亲都会准备好热汤 说可以发汗 驱寒 少生病 袁坤一喝下热汤 心中想着 若人生际遇皆命定 眼前的孩子 则免不了一生疾苦 可看着小桃言笑艳艳的样子 袁坤一心中再次生出了息迹 愿既定之命无困人生 方才哥哥说道 人生命数既定 小桃不愿知会 但请哥哥相信 世间万物息息相关 皆在轮回报应之中 谁又能断定 这既定之命 不被千丝万里之世事更改 袁坤一大悟 顿感自己的悟性竟不如一孩童 至同之心清澈 尚不为事实乱花迷眼 还望公子有所感悟 珍惜眼前福分 对未来心存希望才是 他日为官也好替百姓造福啊 一番谈论后 袁坤一留下歇息 却辗转未眠 清晨的天刚刚放亮 袁坤一并告别老者 往家中去 这位公子行色匆匆 是着急回家见娘子吧 来来来 看看这发簪 都是新款式 说是宫里的娘娘都用的呢 我家娘子素气 平日里不带这些感 那公子看看 这酸枝木的簪子 够素气了吧 娘子不喜欢 您留着用都可以的 袁坤一见大娘热情 又深感自己的亲生之念 着实对不住妻子母亲 便买下了这簪子 用手巾包好 继续往家门走 还未走到家中 便听到院子里 审视打理药材的声音 袁坤也在一旁帮衬着 袁坤一一时犹豫 朕在外面听着里面的说话 这些日子操劳你了 不知一二在北京可安好 母亲这是哪里的话 您好了 夫君他也会好 待夫君入了官职 您也可以坐享清福了 我也可以对祖宗们有个交代了 母亲知道你日日前往寺庙上香 希望获得儿女 等我儿学成归来 我定要让他好好待你 我确实心中想要一双儿女相伴 但是这几年的光景 也让我想明白了 命数既定又何妨 没有子嗣又何妨 当初既然选择了夫君 便是愿意和他白头偕老的 再者说了 夫君和母亲待我不保 我一生活得和乐美满 又有何抱怨呢 希望姨儿可以早日想明白 不要被命数所困才好 袁坤仪心中感慨万分 扪心自问 是否真的冲破了心中魔障 便犹豫不决 未敢踏进家门 转身离去 那街上嘈杂 刚刚的小贩见袁坤仪又回来了 面无表情 不屡迟楚 以为是那簪子不合妻子的心意 被赶了出来 于是急忙上前询问 这位公子怎么回来了 这脸色不太好啊 如果是因为老身这簪子 不合娘子心意 不如您再挑挑看 我全当送您的 大娘多虑了 在下是因为外出学艺不经 甚敢前路无望 无言面对家人 才未敢进门 那大娘这才放下心来 看着这十日上早 摊钱的客人稀少 便和袁坤仪聊了起来 公子您可别年纪轻轻的 妄自菲薄呀 看您这样子像是个读书人 面相也是极好的 为何要为前路烦忧呢 前几年那味堂出来的炭花 也是十年科举才飞出来的凤毛麟角 老人家您过强了 在下心中困顿 心魔难出 自觉人之命数既定 无可更改 眼前所作一切皆为虚妄 生活索然无畏 无可济息 所以无力苦毒 尚进之心早已断绝 那大娘听后大笑 说道 我还以为 只有我等未读书的粗人 会相信那既定命数呢 你看看那街上行人 目光呆滞 心无所想的游手好闲之人 多半是觉得此生已矣 何必挣扎 若去寺庙 老身也多半听闻 善男信女求福禄其因缘的 但凡人只有所求 却不能言 能为菩萨作甚 只求索取不懂付出的 哪有此等好处啊 大娘此言何意 我看公子您慈眉善目的 也不怕给您说了吧 我家中有一儿 常年嗜赌成性 以致家中败露 老身实在是没了办法 只能将他锁在屋内 断其欲念 谁知我儿竟然起了轻生之念 我方寸大乱 只能求助于死中智者 那智者言 人之欲望如洪水 赌则易 书则偷 无人生而是赌 迷途之法 则可归于正途 指者颠簸我儿多行善事 自然可得感化 借贪欲归正道 我那时并不懂其中真意 只是照着做 你看看我儿日如今 不能说有多大出息 但也是个知冷知暖的体贴人 孝敬父母 勤学手艺 你看我那满摊子的首饰 那都是我儿亲手做的 原坤仪听后 心中仿佛开启了一扇窗 若命数可改 岂不是解了心中困断 如此说来 还请大娘告知智者何在 七霞山云谷禅师誓言 原坤仪行礼 谢过商贩大娘 便一路朝着七霞山而去 之前原坤仪便听闻过此禅师的法号 云谷法会禅师 听说这位禅师十九岁便开始行脚参方 便访明师问道 与法州道计禅禅师处受教 云谷禅师日夜参究 废寝忘食 一天他吃饭时连自己吃完饭也不知道 还拖着空碗扒饭 一不留神碗掉在地上 当下顿悟回归本心自心 山脚下 袁坤仪听闻四中终声传来 又回想起自己曾几次耳闻四庙终声 而不见四庙 此乃佛原已 上山路上 恰逢一众小和尚提水进山 小和尚见袁坤仪朝着七峡山深处走 便上前询问 这位施主可是前往四庙 正是 施主可是有所求 我心中无求 那施主为何而来 为解心中困顿而来 小和尚们耳语片刻 又问 无所求之人倒是少见 想必施主心中困顿环绕多时 才来此寻佛解惑 敢问施主心中有何困顿之处 可否说语而等 袁坤仪站定行了礼数 说道 我此次前来 有一心结想道与云谷大事 无声数年前 偶遇一劳扯 乃云南神算子孔先生也 他为我算尽了一生的命数 何时出共 分数如何分毫不差 任由我如何发愤苦读 沿袭学问 都无法冲破既定命数 从此我便陷入了无限的困顿之中 不知为何生 为何故 何以在人间寻得方向和动力 仿佛置身于虚幻之中 了无声趣 施主可是来此询问 命数更改之道 袁坤仪左思右想 问道 小师傅的意思是 命数可改 世人相信命数之外仍是命数 比如这水桶之水 小和尚说罢 提起手中的水桶 到于周边草木内 又说 今日儿等上山偶遇施主 乃命数 此水桶之水就此归于自然 也是命数 若今日儿等未见施主 则此水命数如何便无人知 施主又如何分辨命数更改于否 虽说孔先生为施主推算的命数皆重 可又有今日你我西峡山一谈 若施主未能发愤刻苦 又是否能应了孔先生之言将来败官入世呢 小师傅所言极是 袁某受教 命数是否既定皆有佛法 愿施主此次来访可得所愿 说吧 那个小和尚提着空桶 转身下山 继续打水 其他的小和尚 则指引袁坤仪来到了云谷大师处 云谷禅师此时隐居在七峡山深处的天开岩 小和尚告诉云谷禅师 有一个落魄的学子前来拜访 只怕能解决心中困惑 云谷禅师便把袁坤仪带进了禅房 而后丢下了一个蒲团 请其参究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就这样 袁坤仪与云谷禅师在禅房内静静的相对而坐 整整三日 其间袁坤仪不起一丝妄念 但决心中清静无误 仿佛置身于尘世之外 七峡山深处 西水明鉴 自然繁普 袁坤仪听着流水之声静坐三日 心中大为舒缓 轻生之念烟消云散 多日的繁忧似乎也就此停住 此时寺内终声响起 云谷禅师结束不到丹 她看向面前的袁坤仪 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人之所以无法称为圣人 只因为妄念所缠服罢了 忍者 你已经静坐了三天三夜 却为其一个妄念 到底是何原因哪 禅师 我一生的命运已为孔先生所算定了 乃至生死大事也在定数之内 就算是妄念 也没有什么好想的了 听闻袁坤仪所答 云谷禅师竟然大笑起来 袁坤仪不得其解地问 大师为何发笑 我原以为你是为人中豪杰 原来只是个凡夫俗子罢了 袁坤仪心中倍感困惑 他看着云谷禅师 等待他的答案又会是什么 欲知后世如何 请听下集 禅师传法 上 本剧由江西庐山东林寺 净土宗文化研究学会出品 兼致王金华 陈虹 导演 刘家欢 改编 王写写 演员 李佳思 昭昭 张若冰 张佳琪 刘淑辰等 此具有北京嘉义上德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制作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 9 3